朴信慧和崔泰俊从曝光恋情到结婚一直都很低调稳定 如今朴信慧和老公崔泰俊举办婚礼 到场嘉宾众多也看出朴信慧的好人员 因为怀孕的缘故 朴信慧比之前要胖了一些 但感觉气色很好 就是感觉有点疲累 老公崔泰俊也很体贴 全程拉着朴信慧的手 在听李鸿基唱歌的时候 崔泰俊拉着朴信慧的手打着拍子 一个小细节就看出两人的感情非常好 朴信慧本身也不是骨感美女 而且因为怀着孕举办婚礼 朴信慧也没有刻意让自己瘦一些 而且婚纱还可以做大了一点 保证自己和孩子都舒服 朴信慧婚礼那场温馨奢华 选择的婚纱也比较平价 跟老公的婚纱照非常的浪漫 李敏昊也有出席朴信慧的婚礼 但暂时还没有看到两个人的合影 而场外布置了朴信慧和老公崔泰俊的四连拍 看得出两个人颜值和气质都很般配 朴信慧和老公崔泰俊宣誓永稳 在众人的见证下 两个人也圆满举办完婚礼 因为怀孕的缘故 还是能看出朴信慧穿着婚纱有点吃力 稍微有点坠肉 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和老公宣誓 而近镜头能看出朴信慧对崔泰俊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 整个人的形象都感觉到在这段感情里面很幸福 现场宾客们也都戴着口罩 一起见证两人的幸福时刻 崔泰俊其实比朴信慧名气要弱一些 两个人属于女强男弱 但不管朴信慧如何走红 两个人的感情一直都很稳定 而且朴信慧的运度已经很大了 站起来用手捧花遮挡还可以 但坐下来就看出来肚子已经很大了 据悉已经有五个月左右了 而宾客们为了照顾朴信慧 基本都是坐着拍照 朴信慧其实算是在事业上升期果断结婚生子 老公崔泰俊最后的眼神也看出对妻子的疼爱 希望朴信慧结婚生子后也可以早点复出拍戏 在大家预期里面 没想过朴信慧会如此快结婚 但朴信慧不属于女强人类型的女演员 而且在韩国的口碑和形象都不错 在娱乐圈发展也很顺风顺水 从拍戏到婚姻都很稳定 祝福朴信慧和崔泰俊 期待小宝宝快点出生哦 朴信慧和崔泰俊 于1月22日在首尔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朴信慧与崔泰俊 在婚礼照中尽显高姿色 两人手牵着手 甜甜的微笑 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 也有人说 这两个人简直就是一对碧人啊 朴信慧和崔泰俊的合照也是相当的强劲 男的英俊 女的是清纯的 两人看起来很是般配 而在这期间 还有一张婚纱照 里面点缀着鲜花 虽然不是很豪华 但是也很浪漫 据说由于疫情和其他因素 这次的婚礼并不是什么盛大的仪式 朴信慧在去年末 公开了她和崔泰俊的婚姻 并声称她有了身孕 这件事引起了全网震惊 朴信慧这个寒流女神 在中国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天国的节梯 原来是美男啊 李诺曹等等 都是非常出名的 继承者们 更是在亚洲掀起了一股热潮 可以说是一部青春偶像剧 朴信慧与郑荣和 张根硕 李中硕等一大批男明星一起工作 被誉为大帅哥的收割机 无数CP粉丝都在期待着 这对情侣能够在一起 却没有想到 最终抱得美人归的 却是崔泰俊 崔泰俊的名气并不大 她的代表作有 妈妈的庭院 Missing Joe 奇怪的搭档 朴信慧与崔泰俊 在大学时就是同龄人 两人的感情也稳定的发展了四年 朴信慧和崔泰俊 在2017年曾被媒体曝光 两人虽然还没有确定关系 但两人的关系却非同一般 二人于2018年 再度在媒体上公开恋情 此次更是送出十多张二人的相片 面对这么多实锤证据 两人所在的经纪公司 只能做出正面回应 并接受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崔泰俊与朴信慧的关系也很好 直到今天 他们的关系才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朴信慧今年32岁 在娱乐圈混了19年 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 可以永远陪在自己身边的人 这让很多粉丝都很开心 朴信慧在接受一次电视访谈时表示 由于深受父母亲的心涛 她十分渴望婚姻 并希望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现在朴信慧的心愿已经实现 希望两人可以携手到老 共同缔造一个美满的家庭 朴信慧是一名韩国演员 喜欢看韩剧的网友们 相信大家都认识她 她被人们称为男神杀手 因为她几乎和韩国的男明星都合作过 她的演技特别好 她演过许多韩剧 都非常受网友们喜欢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她 但是近期网友们很少看到她的新作品 网友们都在猜测 她最近在干什么呢 前段时间看到她分享自己的照片 从照片上看 她的状态非常好 估计是近段时间想休息一下 而且她之前非常的敬业 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作品 几乎很少有时间留给自己 也许她会趁此时间 想好好休息休息 把时间留给自己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或者是多一些时间陪伴家人 因为今年的特殊原因 让所有人都开始珍惜身边的人 想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对方 陪伴对方 他们会越来越珍惜时间 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而且朴欣慧 在NS上经常会更新一些自己的消息 之前她更新了一条自己出去旅游的照片 而且把头发剪短了 看来她现在没事 就会出去旅行散散心 剪个头发换个心情 为迎接新的生活做准备 她经常会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状态 有时候也会晒晒自己可爱的猫咪 看起来她的生活非常的惬意 她还告诉自己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她趁自己的假期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 可以不用顾忌任何人的眼光 只要做自己就好 天要下雨 女神要结婚 一时不知道 是应该为自己的青春哭泣 还是要为女神献上祝福 没错 小喵说的女神就是韩星朴欣慧 最近朴欣慧结婚的消息 不仅登上韩国娱乐版的头条 在中国的娱乐新闻中 也掀起了一阵风波 贫登热搜榜 毕竟朴欣慧也是很多中国观众心中的女神呢 别看朴欣慧出道已有18年之久 但是朴欣慧现在的年龄却只有32岁 还算是很年轻的 正好是处于一个试婚的年龄段 朴欣慧是同心出身 为了能让人气和知名度更上一层楼 当年20来岁的朴欣慧 把更多心思用在搞事业上 感情生活却清心寡欲 从来没有对外承认过什么恋情 导致很多观众一直都以为朴欣慧 没有想结婚的念头 如今看来 朴欣慧不是不会结婚 而是之前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朴欣慧在该奋斗事业的时候奋斗事业 在该谈婚论嫁的时候谈婚论嫁 现在不仅事业有成 也即将要踏入婚姻的殿堂 在这个不迟不早的年纪 遇到一生的幸福 谁看了不说一生羡慕呢 是不是很想知道 朴欣慧怎么认识崔太俊的 其实朴欣慧是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的崔太俊 虽然崔太俊也是一名演员 但是演员也是分等级的 像朴欣慧和崔太俊两人 在韩国娱乐圈的地位悬殊 处于女高难低的状态 崔太俊在之前也没有机会 和朴欣慧一起合作过什么作品 现在两人能走到一起 也可以说是一种奇妙的缘分了 对于朴欣慧官宣和朴欣慧的恋情 朴欣慧的粉丝一开始是不能接受的 很多中国的网友看到朴欣慧的样子 一时也难以理解朴欣慧的选择 因为朴欣慧的外貌很配不上女神朴欣慧 后来网友才发现原来不是崔太俊不帅 是媒体放了崔太俊的丑图 崔太俊其他图片看起来还是一枚帅哥的 和朴欣慧一起还算俊男美女 无论怎样女神终要嫁人 那就祝福朴欣慧欧妮吧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